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东汉末年以后 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 又有一个大的统一 公元589年 但是要完成这个统一 它首先要解决北方突厥的危险问题 北方突厥在北朝时期是一个编换 所以周朝北周啊 他只能通过和亲的办法来鸡迷这个突厥 隋文帝刚刚辅政的时候 就派宇文昭的姑娘 作为宗室的公主 嫁给沙伯略突厥的可汗 可是呢 可汗死以后 按照突厥的风俗 他又大一公主又嫁给了 其实就是千金公主 后来隋文帝把她改成大一公主 千金公主嫁给沙伯略的儿子 都兰可汗 可是隋朝呢 却利用突厥之间的矛盾 来制造了突厥的分裂 东西突厥的分裂 分裂以后呢 这个千金公主啊 她愿意做隋文帝的姑娘 就是给她义女 隋文帝给她赐了个号 叫大义公主 大义灭亲的意思嘛 那么隋着文帝搞定以后呢 就是 她就潜入了这份南朝臣呢 这个时候南朝臣呢 是陈霸仙的后人 陈霸仙最先建立陈朝 号称陈武帝 他是收拾了侯景乱梁以后的 南朝的烂摊子 他以后呢 传给了他的侄子和养子 陈文帝 陈倩 陈倩继位以后 死以后呢 儿子陈伯宗继位 弟弟陈徐辅正 可陈徐呢 取代了这个懦弱的这个哥哥 陈伯宗啊 发动政变 自立为帝 陈徐就是陈高宗啊 陈高宗有个儿子 就是陈后主陈淑宝 陈寿宗继位呢 生活奢侈 不离朝着 日夜跟飞云在一起 跟文臣在一起 游厌制作厌词 所以呢 这个给隋朝机会 当时南朝自制长江天见 觉得啊 自古长江献给南北 啊 觉得北朝对他没办法 可是 如今的死 不是过去的北朝 啊 确实 前秦福建在公元383年 北伐 维持之战 最后自己完蛋了 东京没事 以后的北朝有多次南下 都不得要领 都都没有得手 所以就给南朝一个错觉 北朝你对我们是没办法的 因为中国历史上这以前呢 除了晋武帝曾经灭掉南朝的吴以外 你还真没有哪一个北朝政权 能够对南朝怎么样 有什么办法 晋武帝是第一个灭掉吴 现在是第二个了 隋灭掉城 灭掉第二个南朝 啊 这个隋朝采取了一些策略 首先保持友好关系 啊 这个 陈高宗的时候 那 凡是有北边的人来 这个做间谍 抓着以后 礼宋出境 啊 高宗去世 隋文帝呢 班司回朝 派人调丧 那 而且称姓民遁守 自称姓民啊 不称皇帝 不称天子 这个其实麻痹对方之事 啊 将于取之逼过语之 第二个 扰乱策略 江南江北 水 土不一样啊 气温收获的季节也不一样 就在江南要收获的时候 派兵骚扰 然后骚扰 对方起兵来迎 来来对抗 马上又停下来 对方呢 那 再要解解归田之后 我有来骚扰 一个目的呢 是让对方啊 疲惹硬病 第二个 还是麻痹对方 是吧 起了兵呢 又没事了 起了兵呢 又没事了 起了兵呢 又没事了 起了兵就没事了 那对方呢 对一个真正的起兵呢 保持某种麻痹的心态 那 所以好了 这个工作做好了 那么下面就 两面进攻 一面从长江上游 巴蜀地方 这个水军 一面从陆路 从这个中部 合肥啊 上游 武昌啊 下游呢 从这个扬州这边 进攻 那 所以这边呢 随朝的军臣呢 还麻痹大眼 最后呢 失日破终 灭了城 诸说有五十多万户 人口 分三十个州 一百个郡 四百个县 从西进算来 分建两百七十多年 从董卓进京 一百八十九年 董卓进京 东汉灭亡 算了 四百年 西进只有三十多年的统一 所以 这是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 最长的一次分裂的事情 最长的一次分裂 这个 这个统一啊 不仅仅是一个中央继权 覆盖大江南北 更重要的是 又一次的文化整合 随整合了北朝以来的制度和文化 现在统一后呢 随又整合了南北的文化 著名的中国史专家 唐昌如先生 还有他的 我们更早 就是前辈 陈渊雀先生 曾经对隋唐王朝 统一后 南朝的文化 南朝的制度 对隋唐王朝的影响 做过精辟的分析 从附税制度到科技制度 甚至他们认为 都影响了南朝 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北朝本身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在北朝发展过程 它就已经在分裂的时期 就吸取了南朝的因素 不再统一后才吸取 这个基礎制度 复兵制 军典制 都是北朝的 对吧 有些要素 看来是南朝的 实际上呢 在北朝过程当中 太久就借鉴了 这个 平成的意义 我想 不仅仅是 解决人为的一种分裂 更重要的是 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 一个在勃勃向上的 一个领导集体 他呢 他这个消灭了 过去的那种 没有效力的 低效的 过时的那些制度 新的中央继权体制 推动着中国历史 往前发展 中国历史是这样子 分裂时期 可以晕扬着各种新的因素 只有在统一的后 这新的因素 才能放大 才能完善 才能形成新的这个 动力 推动一个大一统的 往前发展 如果中央政权不振 中国的历史的发展 总是受到影响 这一点呢 跟那些西方那种 以地方自治 为特征的 朝代是不一样的 隋朝的发展 令人非常惊异 隋文帝登记的时候 四百万户 加上统一也是五十万户吧 四百五十万户 可是到隋阳里登记的时候 就达到八百九十万户了 八百九十万户 这个人口达到超过五千万 这个数字要到唐玄宗才达到 唐玄宗那是大唐已经 已经一百多年了 所以对这个土地是这样 开皇九年的耿田报告数字 一千九百四十四万七 大唐天保十四年 一千四百三十万七 所以这个土地数字 也是很惊人的 隋朝的粮食 大的小的储粮藏啊 都是满的 所以古今立国之父者 莫如隋